今天記者好多我嚇到 真的很多 我怎麼這麼多 那先道歉好對不起 戴墨鏡花襯衫 反骨男孩成員孫生 不改以往幽默 不過日前他才踢爆 西門町某間一番賞店家 涉嫌黑箱作業 我玩一番賞 被騙了 我的朋友在那家店 花了好多錢 花了四幾萬 被騙了 長千 裡面根本沒有大獎 真的好生氣 影片中說的A跟B 就是一番賞裡面的大獎 為了拿到稀有公仔 不少人願意砸大錢 沒想到卻被店家偷偷藏牽 讓孫生聽一般民眾抱不平 一般學生抽個五抽十抽 根本抓不到啊 而且一般你也知道 一抽三百上下 然後你是店家 給他這樣小獎 其實大家會覺得很難過 可是那不是我的初衷 對我希望這個東西 可以繼續的正確的流傳下去 影片上架才兩天 就突破百萬觀看 但孫生還家 並非想阻礙一番賞的生意 因為自己也是個公仔 26號跟親自舉辦 間諜家家酒 一番賞免費抽活動 不過事情發生後 他卻受到不明人事恐嚇 我是很好 因為被騙的是我朋友 連我朋友都說沒有告他了 那我尊重我朋友意見 對我只是想讓大家知道 有這樣的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風氣 那我希望店家自己可以改過 喊話事情到此為止 小保管也在25號 前往萬年大樓抽查 四間店家都符合規定 而被指控的店家 則是沒有營業 提醒消費者 在消費抽籤之前 可以要求店家先清查數量 是否一致 民眾若有消費上的疑力 可以提消費者的生氣 开心玩意翻響卻變了掉 小保管也呼籲 店家若有類似行為 可能涉及詐欺最嫌 不過目前為止 被指控店家尚未作出回應 TVB的新闻 張志明是停意 台北採訪報導 這個知名的YouTuber团體 反骨男孩裡頭的孫生 他跑到西門町裡面 去抽一番賞 裡面有很多價值不菲的公仔 而他心血來潮全部包牌 但是包牌之後 照理來說應該可以抽到最大獎 但是卻沒抽到 所以他覺得這整個遊戲很有問題 他決定拍片揭露這樣的結果 也在自己的社群 跟他的粉絲分享 說不知他一分享 沒想到店家居然打電話給他 說認識黑道 要賠他18萬 要他瘋狂 怎麼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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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抽都中 太抽了 空太長 四瘦狼 剛剛你適合場外機 不是 你好厲害 你一抽中 B是克林克林 2比1了 忍不住激動情緒 接獎納克興奮大叫 YouTuber孫生 經常在頻道分享自己抽一番賞 也就是類似抽公仔的喜好 沒料日前在IG限動爆氣 因為驚覺自己遇上無良店家 包牌裡面發現 全部打開 沒有大獎 沒有A跟B A跟B沒有 他把大獎拿出來了 孫生先是聽聞 身邊有人稱 西門萬年大樓出一番賞店家 行跡可疑 實際花錢包牌 卻發現裡頭沒有最大獎的A跟B 這才意識到商家真有坐牌嫌疑 把過程統統拍下 想在日後上片直接提爆 大隊員去問你抓好 學員說什麼 我們這邊是有勢力的 我那個朋友是有勢力的 什麼什麼 有黑道背景什麼 可不可以請孫生出來喬一下 可不可以好好講 他說能不能給孫生18萬我們來 就是叫孫生不要上這個影片 不行 這不是錢的問題 1800萬也一樣 也許是京洞商家 團隊裡的酷炫 就開始接到關切電話 趁有黑道背景要孫生出來喬 希望能花18萬要求別上片 讓他直呼很不舒服 要是我把這錢收了 其不跟你們同流合污 我原本不想要馬賽克 是莊宏軒說 要馬賽克要變身 什麼OK 沒問題 我不會有不給你改過的機會嗎 沒有 直擊過程照樣上片 保留商家資料是最後底線 其實像摘了一番賞 抽一次價格月落在兩三百元間 包牌通常要上萬 重大獎機率本週不高 偷吃部行為若是真的 也大大傷了業界形象 體會選擇小朋友 小朋友去踏步道 好 孫生抽盲盒 結果抽出了一個寂寞 讓他非常非常的不開心 可是現在盲盒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流行呢 李傑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來辨識 或者是說真的發現 這遊戲規則裡頭根本沒有大獎 我們要怎麼維護自己權益 接下來盲盒是越來越好 其實盲盒的概念有點像 一開始我們說的那種扭蛋 在扭蛋機裡面 也沒辦法去說我扭出來 到底是會有什麼樣的商品 而這個盲盒呢在疫情之後 整個在中國大陸非常的走紅 在台灣也是非常的夯 只是現在這個盲盒裡面呢 其實包括了公仔啊 書本啊 甚至一些東西是各式各樣 但是它其實法律規定的 並沒有非常的完善 也因此現在呢 雖然它是非常的紅 這個利益是非常的龐大 但是發現它引發的爭議也是很多 你到底抽的是驚喜包 還是驚嚇包 你根本就不曉得 你花的錢 到底可不可以買到等值的商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現在 盲盒一出這麼走紅 到底有沒有一些相關的爭議出現了呢 那其實在中國大陸就曾經發生過 一起特別的案件 就是呢 有這個業者啊 把這個盲盒裡面既然是裝著 是活體的動物 包括小貓小狗 當時呢這個案件是發生在上海地區 其實當時就有民眾就在路邊看到 奇怪怎麼這麼多盒子 而且裡面是有小貓跟小狗在淋雨 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就有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就趕快來通報 而這些案件呢其實也進入調查當中 另外呢還有一個就是商品本身 很多有時候呢大部分的商品 都是一些像是這張照片一樣 會有一些公仔啊娃娃等等 那到底有沒有清純的問題 根本就不曉得 甚至上面有沒有一些含有毒的物質 會傷害到小朋友也很難去掌握 不過現在最多人遇到的就是第三點就是呢 業者號稱是高價的商品 但是呢是處處是有陷阱 怎麼說呢其實很多人他們覺得說 看到廣告啊 裡面好像有些高單價 比如說是iPhone14啦 或者有業者說可能裡面有平板呢 絕對會讓你抽到好獎的 那很多人就花了錢下去想說 希望可以抽到像這樣子 心目中想像到覺得可能是的商品 但是沒有想到呢就有被害人呢 他打開了盲盒之後 裡面竟然都是一些非常低廉的充電線 讓他覺得是不可思議 那麼現在呢這個消保官就有特別提醒了 如果你發現你抽到你買到的盲盒呢 跟你原本想像 或者你付出的價值是不等值的話 你其實可以申訴的 是可以退費或者是要求這個退換貨等等 不過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有很多東西呢 尤其是在這個盲盒裡面 他的這個宣傳是有問題 有可能是假帳號 有可能他在宣傳裡面呢 他是根本從頭到尾都沒有不發貨 都不發貨給你也是有的 不退款也是有可能 因此你在希望要退款的時候呢 其實並不是這麼容易 因此呢在這邊就有人說 到底消費者保護法 有保護到盲盒的消費者嗎 或者是說我有可能提出 詐欺的這樣的控訴嗎 其實呢在消保法這邊有提到 關鍵就在於你付出的價值 你買到的盲盒到底有沒有等值 如果呢是有等值的話是還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完全不等值的話 是要趕快來申訴了 第二個就是詐欺的部分 那詐欺如果真的要沉醉 其實他有幾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必須是要使用詐欺 使你陷於錯誤 而且造成財損 而且呢這個業者呢 他其實帶有不懷好意 有不法的這個動機 那就有可能讓這個詐欺 是有可能沉醉的 因此呢在購買盲盒 像起來像抽抽嫩 感覺可以買一些新奇的東西 或者是說感覺有點意外的驚喜 但是要特別注意 如果這個賣債感覺不太對勁的時候 你千萬就不要把錢就這樣投進去 這時候不然就會像孫生一樣 好像就是抽了一個寂寞 期待可以抽到這個高價的手辦公仔 最後發現最大獎根本不在裡頭 所以也不外乎孫生這麼生氣 就算店家要給他錢 他還是要上架揭露這樣的事情 那麼線上網友也有說抽盲盒不算作弊 只是機率問題讓你賠錢 抽到小獎補回小獎 永遠只有1%的機率抽到大獎 或許這也是盲盒的商業模式 但重點是裡頭要有大獎 不可以違反這個遊戲規則的承諾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又有人說 福袋是不是也是一種盲盒 冠佑也提出這樣的看法 而過去呢 其實我們生活消費記者的採訪經驗 有的時候百貨公司過年的福袋 抽汽車 抽鑽戒 他們確實有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而且真的是有抽到的人有拿到 所以確實還是要找比較有信譽 有商譽的這個店家 如果真的要還福袋 或是盲盒的活動 好的 我們謝謝李傑 替我們來了解盲盒 買盲盒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 謝謝新華 謝謝大家